知道你们有这个神职了之后 有这个能力了之后 你就会开始修行 就算你不要也会送过来 送过来给你修 所以这种修呢 我们知道有生活上的修嘛 可是应该也有一些是 你们在这方面的知识上的修 比如说Andre Tan就必须要学很多 口诀、手诀这些的法术是吗 我要这样形容 我们需要有一些时间是要去本屋场 或者是去山上 一些布布山洞里面打桌子 真的啊 你也是会这样吗 Alicia 因为我是住在伦敦比较多 所以我就很难去到这种荒山野岭 所以我只能去有水的地方 就伦敦有河 对伦敦有河 然后我就在那边打桌之类的 所以现在也是一样 都是要这样子 我都去过这些地方 哦 因为我们要去 比较恐怖的它是属于本屋场 其实对我们来说 殡仪馆应该比较恐怖 殡仪馆跟医院 殡仪馆医院比坟场还要恐怖 为什么会比较恐怖 因为在殡仪馆跟医院 死者还没有到齐田 他们的魂魄还很脏 对 可是你进入魂魂的时候 他们的魂魂都已经上了 那个冤情没那么重 那你是能够感受到这些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 他们在意识他们的人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走路 他还没有走路 他还接受不到他自己 对 我觉得你有看过 之前我还不懂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过这个49天 就开始通灵 我觉得怎么 就这个灵 他一直觉得自己还是活着 还是活着 我觉得原来还要等一个 还入土 对对对 入土了之后还来知道欧死了 说到这个我曾经有 我梦见过啦 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过程 他让我 feel到那段时期 我就是做梦 做梦了 就梦见我做出一个列车 然后那个过程又感觉 就比较古代 就是 就坐在里面很多人嘛 那个地方一直在走 之后有一个人就跟我说 诶 你是什么什么名字啊 然后你的家人 叫你上去了 你到社交你上去 那段时期我就感觉 我的魂魂魂就被带去了 我的灵堂 就看到我 灵堂 对 就看到我自己 就是有一个照片啊 就看到我自己躺在棺材里面啊 过不久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在那边哭啊 然后我就 好像一个死者这样 就在那边看他们这样子 然后我就知道 诶 我到底死了没有 那个当下我的意识就很模糊 之后的时候啊 结果到 到诗就念完经的时候 跟我盖棺材盖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的耳边就有啵 这种声音 有打钉的声音 过不久就听到有出兵啊 大杯舟啊 这么样 直到我感受到 他们在丢泥土 那个木槽 啵 啵 那个棺材盖上面 我才意识到 诶 我好像真的已经死了 不久的时候 阴神阴菜 鬼并鬼才 才把我带下去地狱 哇 所以这个时代 让我那时候的梦 其实很真实 他让你自己 感受到什么过程 对 对 所以 这又让我感受到这个教课 上面带我教课 所以刚刚说起 我就说 其实真的只有在丢的那一刻 才知道这意思 包括我们说 火化 DNA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火化是没有风水可以的 只有土葬才有风水 因为我们经过高温的时候 我们的DNA 鬼的时候 就算你把你的骨灰放在如何好的地方 都没有什么作用 一定要土葬会比较好 诶 你这样讲的话 我们 我们很多人的土片 怎样好啊 那点地埋起来 哦 那点地埋起来 诶 真的啊 是 就对我们讲 如果你可能是 葬了一个八十年 一百年 你这样的火化 OK啦 我们如果讲 你还有子孙后代 要旺的那几年 如果是土葬时 那风水宝地的话 它真的会比较带得到我们的意 现在所有做这个 殡葬院的 没有啊 你现在开始在推这个土葬的东西了 现在 越进了这句话 大家在推土葬 那会狗黑格的怎么掰 可是我话其实 有 有好咯 我们一个是说 好一好 那你可以去冷气 我看你在怎样掰回来 哈哈哈哈 他就想 哎呦 好的 抱歉 抱歉 我话很好 你怎么办 我话很好 你怎么办 哈哈哈哈 好烦哦 OK 所以就说修行的路上呢 你就会 你们要学要去打坐啦 然后学很多 然后才要学口诀 你要学会一些经文 因为我是马来师傅 你们不知道 因为我是金元桥 他们就是算是破例 而且不是我个人的选择 因为我毕竟坐在英国 你们应该是A to Z学吗 我是好像学了一半这样子 我现在还是有师傑 他们师兄他们引导我 我的是用马来语的 其实那个时候 我听讲 你还要读那个什么Alcoran 因为有很多时候 那个Alcoran是在 你读马来语 你会有 几句里面 就不是一直读完整个 他们的Alcoran 你是看得懂吗 我看不懂 就听翻译啊 听他们的 就背起来 就背起来 然后就几段这样子 他们是叫Alcoran 然后不是整本 是其中有一些 需要用到这种Alcoran 就抽起来 对对对 而且这种是师傅传者 跟你们的写符咒那些是一样的 对 但是我们写符咒 很多人 我们讲 我们有所谓的过教学法 学法就是所谓的 羊符 其实这符咒 道教的符咒有分两种 一种是在阴符 总的叫阳符 阴符是什么 就是神龙来到 拿出朱砂土 乱花 什么叫阴符 阳符呢 就是拿出黑墨字 我们在罗墨的时候 都要念咒 放水都要念咒 然后琴符都要念咒 就一笔一笔 什么三个沟 什么刺利 什么什么神明 这种黑色毛笔 那种叫阳符 所以阳符的差别 就在于是用我们人法 去学出来的符 叫阳符 阴符就是神明来到 什么靠神 画出来的符 然后我们的符 刚才有说到 就是有分两种 一种是阴符 一种是阳符 所以我们必须是要上山去打坐 去修我们的阳法引发 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吸收一些 大自然的正能量 正气能量 带 然后当我们在 定律做的时候呢 我们有分两种 意就是我们可能跟 善精鬼魅 做一些的功效 来达成一些邪符 然后这么样的话 然后我们才能够 再意识一些 我们讲比较好的东西 善灵 可以去帮助人 一起联系功德 哦 所以如果有些 可能讲他的 三级鬼魅的魔 因为我们知道 在圣灵里面有多魔 如果那个魔很强的话 我们就可能要用一些 把你跟它抗 可能抗了之后 我们不会说 会给它打死 什么样 我们就说 可能我们只是在休息 就会看好那个魔 抗你一直转上我们的地盘 这所谓的魔是谁呢 就是我们曾经说的 善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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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善纳符 因为我们说 你很多人说 七三末七水嘛 可能讲 其实在山里面 如果在山里面 如果在山里面 就说不能够善纳符 然后你在山里面 迷路会特别严重 而且有些他们都说 魔心狗 魔心灾 魔心那 魔心那 这些 就是都属于山精鬼魅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上山前后跟山那都 先打个招呼 我们自己来 这边修行 学一些吧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静坐的时候 是要练的是自己的定力 当你定力很足够的时候 我们在画的每一道符的时候 我们的信息很够的时候 这一道符就可以跑 我们如果是黄符配红珠沙 属于纯阳符 如果是青符加黑墨 这个属于纯阴符 黄符加黑墨 就属于阴阳符 所以你市场看到 我们的朋友贴住的都是 黄符加黑墨 对 这个属于阴阳符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很像你们在打坐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 可能魔来干扰 那么 不会 所谓的走火入魔吗 会的 因为你知道之前 Alice Q&A 很多人其实在我们的影片里面 或者是法文问他东西 都会讲 到底要怎样修行啊 到底要怎样去开这个开那个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要刻意 其实很危险 我觉得你们现在 因为你做了两年对吗 然后像他那个年代 2000年的时候 我相信你那种很old fashion 的师傅 就是十问九不答的对吗 不会的 我就是觉得以前 我所学习到的都是很多 我所谓的很想象 那个年代的师傅 不会严格 很多 不算很 我以前的时候不会很严格 但是他多时没讲 但是不会很严格 但是就是会很多 会会生生的 可是到我这一代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好像不能再爱过古神 我们要做我们的自己 那就重要了 我觉得以前我所学习的东西 是由神来控制我们的人 现在我们要学习 是用人来控制神 不是说我们控制那个神 是必须要用我们的人定的意思 借助神的能量 借助神的能量来救人 以前是我们整个人放空 让人死来控制 任由操控 任由操控 现在我们 讲 好像刚才你们讲的东西 就我想起我老公最近跟我讲的话 他就说 我知道神是想要过来帮助你 或者引导你 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自主的意识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你觉得不太想要在现在的时候做 可能你可以去再 你讲的去沟通 他讲去跟他谈判 我是跟他谈判 对对 来沟通 或者因为可能要符合我们现在的能力 还是生活 对因为我会跟他们讲 你们不用睡觉我还要吃饭睡药 就是我可能有这个肉身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子一直要求我做那么多 你们自己下来吧有回事 我每次都这样讲的 你讲这句话太好了 因为我们终于拉回我们的主题 吐槽 谢谢 来我们现在要吐槽的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连维持都是一个问题 更何快 更何一讲 更何况讲 就是有存到这个 你还在更何况的一次 脱门的拐骗的眼睛 不要想重新更何况 现在要更何况 就是我们现在